各位好,我是VANXMDAY,我是老爸,妳是誰? 我是新店蔡依林 請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喔不對不對,要先訂閱啦 訂閱老爸的頻道之後再去追蹤 沒有沒有要先追蹤我的Instagram 先追蹤我的Instagram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我們家的廚房 反正我們廚房很久沒有拍了 今天終於要來介紹廚房啦 因為其實中間就是還有一些別的事情比較忙 所以呢現在才有空拍廚房 對,而且好多人都問我們家廚房 到底是怎麼做 可是在開始之前我們可以先講一個故事 什麼故事 就是這個幫我們做廚房的人 喔喔喔,這做廚房的人真的很酷 其實呢我們在做廚房之前 就已經想好了要去找這一家公司 因為這家公司是 就是Tienna的同學他們家開的 結果呢我們在開車去的路上就發現 我們家的廚房 原本舊家的廚房也是他們家做的 對,這世界就是這麼小 在做舊家廚房之前 而且我們其實小孩根本還沒生 也不認識對方 可是就是這麼巧 後的廚房跟新的廚房都是同一家做的 然後我們家的廚房非常的素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是有點淺灰色加一點藍 然後這邊也是有點淺灰色加點藍 就灰藍色啦 對,這是中刀 原本把我們設計廚房的這一間 他覺得我們家的廚房太素了 可是做完以後他自己看看 欸,好像還不錯對不對 其實我當初為什麼選這個顏色 最主要是這個顏色就是很暗這樣 再大一點白色看起來就不會比較暗 因為我們家整個色系 是走比較明亮一點的 不錯 所以大概就是走這樣的風格 我們家有個中島 中島在這 對,然後我們家的餐桌還沒有換 之後想換啦 可是最近預算結局所以還沒有換 因為我們常在這裡辦公啦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在中島的地方啊 要配一些插頭 嗯 然後我們有配一個220的插頭 就是給電磁爐用的 現在是給小愛同學用 然後非常的方便 拆裡面的電腦在這 然後插頭就拆在這邊 這以前我們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這個插座很壯 中島的部分我們是做 比較小的正方形的中島 比較寬 因為以後有想說以後如果有要拍一些小東西啊 或是烘焙教室小廚房什麼的 這個平台就剛剛好 可是我真的覺得中島啊 用習慣真的回不去了 我們家有時候買東西回來什麼 都會暫時先放在中島 對,而且你在主辦的時候 如果你有一個這麼大的平台 真的會很方便 一般中島不會這麼大啦 可是當初就想說 這邊可以加上相機 又趕快去吹樓房 趕快去 這邊可以加相機 然後這邊就可以來拍一些烘焙的東西 對 中島就是這樣 然後之後我們會換桌子 因為桌子的部分就有點太小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說要辦公啊 如果有朋友買什麼的 其實應該要再長一點 然後呢 先從這邊開始介紹 嗯 我們廚房就是這樣 對 對 全部看起來就是有這樣 就是這樣 它就是一面的 所以呢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工作台 然後你從頭到尾就是都在這個方向 基本上就算你轉來轉去 都是在這裡 對沒錯 我覺得這樣非常的夠用 超級夠用 介紹一下我們廚房的配置吧 要從哪邊開始呢 先從這邊好 那我們呢 這邊就瓦斯爐嘛 瓦斯爐的部分我們是三個爐子 哇 我非常推薦大家用三個爐子喔 對 我們的舊家就是一個爐子配一個電磁爐 可是電磁爐很弱喔 對我們家之前這樣等於是只有兩爐啊 而且太弱 而且如果有時候你看你真的要炒菜 你要煮湯 就是至少要我有價比較方便 對 而且通常我都是一個人煮 然後等大家回來吃飯 這樣三個爐才趕得上大家吃飯的時間 會比較剛好 再來這個抽油煙機是 我只有跟老闆說我要一個需求 就是我希望我不要常常清洗它 對 因為本人就是懶 就是所以呢 老闆那時候 這所有的你們看到有什麼型號什麼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就問老闆 這個呢 老闆說 只要洗這個就好 對 好那你要洗這個你也不用洗 你就丟洗碗 根本不想清 所以呢我每次煮完 我就是擦一擦 然後這個我就丟洗碗 都不用換什麼耗材 都沒有 通通沒有 然後我們都是用靈內的啦 詳細的型號 有興趣的話我就把它放在底下 這台抽油煙機啊 最特別就是它有一個 那種儲油功能 不然就是新天菜你剛才講的 所以它清洗起來非常簡單 對 好那再來呢 就是這裡啦 洗手槽 就是洗碗槽 很大 那時候我也是跟老闆說 我要一個很大的洗手槽 對 所以呢它基本上 有幫我們做比較深 比較寬 對 沒錯 而且老闆有設計一個小巧思 什麼巧思 這個是水龍頭對不對 對沒錯 它是在中間 一般都是在左邊或右邊 它是設計在中間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呢我們這是伸縮的 嗚 所以你在中間的時候 你可以整個都洗得到 哇很方便耶 因為你在左邊或右邊的時候 是洗不到的 哇真的很方便 對而且我有跟老闆說 就是我不想要洗碗的時候 會噴得到處都是 所以它幫我們做一個可以伸縮的 對 這個水龍頭也是我們當初有挑的 對 我們希望有一個伸縮的 我覺得這非常的好 然後還有我們家有裝蜜 米家的淨水器 它打開來看一下吧 這個水是可以打開 就可以直接喝 對米家的淨水器啊 最特別就是 這個水龍頭也是它附的 這邊有個 顏色 我記得有藍色 紅色 橘色什麼之類 藍色就代表 安全 然後米家的淨水器啊 其實非常的小巧 它在這邊 然後安裝上啊 也不會太難 我們也是請廚房 幫我們裝的 然後這個東西是 米家的水感應器啊 也是我常常在玩的 它只要有感應有漏水啊 你的網關跟你的手機都會叫 米家淨水器最大優點呢 我把它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換濾心非常的簡單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四支濾心 你都可以透過APP 知道濾心的狀態 所以非常的方便 然後有得過IF大獎 我把連結放在底下 有興趣的也可以看一下 好 再來 就是 我覺得 如果大家預算夠 一定都要有的東西 就是洗碗機 洗碗機應該是我們廚房花最多錢的地方 對 洗碗機大概 其實我正確金額是多少 我不知道 大概六七萬塊 應該是你老公付的 對 而且機器 連是什麼型號 我老公不知道 因為也是廚房 我們買的是 老闆選的 我們買的是 Bosch的廢食啦 詳細的型號 我們真的不知道 可是廢食最大的優點呢 就是 碗盤比較容易乾 對 可是事實證明 還是要打開才會乾 對就是它在洗完的時候 它不是會發出一個 告訴你說 欸我已經洗好囉 我洗好囉 那個聲音 然後你打開之後 它裡面的蒸汽 你要讓它趕快散發出來 就是讓它趕快出來 這樣子裡面的碗會比較容易乾 洗碗機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像我們一家四口 這個一定要夠大 我們這個是三層的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雖然它現在在洗 好打開一下 真的很大嗎 它現在真的在洗 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麼好爺 因為像這個洗碗機啊 可以洗到我們一整天所有用的碗 一整天 沒錯 而且分類分得很好 它是三層的 這台是貝斯的新款 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就是說 這個門片啊 也會因為你的開關門 而上下移動 然後讓外面的造型呢 盡量達到一樣的高度 對不對 玩專業吧 這一台洗碗機 你不用為了它 去牽就你廚房的設計 對 所以最主要是這樣 還不錯啦 你用起來感覺 碗都洗乾淨嗎 對 都很乾淨 都很乾淨 因為都不用自己洗水 都很乾淨 強烈推薦大家要裝洗碗機 如果預算夠 再來 我個人覺得 真的買得很好的 你看 叮叮 是不是很棒 這個是一個烘碗機啦 對 這是烘碗機 它有升降的功能 它有升降的功能 這樣最大的好處是 其實你剛剛收起來的時候 整個廚房看起來是很整齊 那它一樣是有烘碗的功能 它也可以當作置物 你就可以一樣把碗放在上面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我覺得我很喜歡它的一點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家的小朋友 大概就是十歲八歲 對 那以前的櫃子都比較高 他們真的不知道 他們有時候拿碗盤的時候 你就會很 膽戰心機 心驚膽 膽戰心機 都可以吧 我不知道 對阿反正現在就可以降下來 所以甜拿跟油油在拿東西的時候 感覺安全多了 對 他們現在就可以自己洗碗 然後自己放到洗碗機 然後自己放到後碗機裡 都有辦法自己完成 以前的話 就還要需要踩椅子 什麼真的比較不方便 因為其實整個動線 也不是我們設計的 是我們的廚具公司幫他設計 我覺得他有幫我們想到 因為這個東西還是要交給專業 因為他們真的一直有在做 他們有辦法把你的工作 什麼順序都搞得非常的清楚 不然你自己真的沒辦法 然後我們這邊有預留一個 差數是86 這邊也是86 然後跟大家講 這個是我們後來家的無線開關 按這一顆 就會關廚房燈 我再按一次喔 有沒有 所以就非常的方便 就是這個開關我想要貼在哪 就貼在哪 比如說要貼在這邊也可以 所以非常方便 我也把這一集放在說明欄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在接下來剩下就是收納空間 廚房最重要就是收納 對 大家現在應該看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在外面 先告訴大家我們是怎麼樣 他開始驕傲了 對 因為我在設計所有的櫃子之前 我就已經先想好我的碗要怎麼放 所以呢 基本上你不會在外面看到碗 就基本上就是這樣 他是收納碗 對 他就會收納就是他 哇 收納很重要耶 這個東西也是一個非常酷的東西 對這個呢 因為一般在上面的櫃子 你真的就讓他是櫃子很浪費 因為你放在上面之後 你真的很懶得拿下來 所以我們就裝了這個 對 這個是參考柯文哲的 對 因為柯文哲的青年住宅好像有裝這個 公共住宅有這個 而且這樣子之後啊 小朋友都可以自己拿得到東西 對 因為我們的所有的小盤子都放在這 小盤子啊 烤盤還有比較用不到的東西 是放在上面的 而且搬到這之後 Tienna都可以自己做早餐 沒錯 然後再來下一個空間呢 再來下一個空間呢 是這樣 就是 放一些小東西 哇 這邊也都是放小東西 這都是廚房自己 想辦法再規劃的 讓我們可以放更多東西的位置 下面是怎麼收納的呢 下面的話 從這邊開始看 這邊呢 就是 交叉格 欸這個很方便耶 這真的非常方便 這真的非常方便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這也是這間廚具公司 幫我們想的啦 對 非常的不錯 對這個真的很不錯 然後 還有一些比如說 比較大的盤子啊 對 或者是 比較深的碗啊 大碗 都是放在這個地方 是一些比較大的鍋具啦 兩層都是 對 因為大型的鍋具 放在瓦斯爐底下是比較適的 是比較方便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瓶瓶罐罐的 手拿盒 對這裡 這可以放一些調味料 在側面 這都是廚房公司有 先幫我們想 你煮飯要拿什麼 就是在這個方向 所以他都已經規劃好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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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因為你們一定想做 你們應該很多其他廚房的雜物 在哪 對 在這 就是在中島 兩層的中島裡面還有很多東西 重點是 廚房公司還幫我們想一個很棒的 他說呢 這樣兩層很深 應該要再多做一層小的在裡面 對 我們的碗筷都是放在這裡 都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碗筷就很方便啦 他們自己在拿跟我們吃飯的時候 也不會跟這邊打架 對 就是小朋友都可以自己先處理好 那這裡就是有放一些杯子什麼的 因為這樣子你就不用放在那熱水瓶旁邊 這樣就不會看起來很頂亂 最下面就是這些啦 雜物 你看 是不是我老婆是收納專家 東西都很等級 收納口 對 他是收納口 就是我希望把東西整理好 而且希望小朋友就是都記得那個位置 所以就大概都分類好 好 這就是我們所有的廚房啦 是不是很棒 對 我們家的瓦斯警報器啊 也是用米家的 米家的瓦斯警報器啊 是需要接電源的 所以這邊 記得要拉一條線給他 然後 煙霧警報器 在這邊 也是米家的 這個就不需要電源 他是吃電池的 當真的有什麼狀況啊 手機 都會響 其實非常的方便 那play一下給大家看 欸你 他真的很驕傲 我很喜歡這個廚房 我本來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看了聖嫂嘟嘟的廚房 他有一個可以升降的那個 那個那個 調理 就是放那瓶瓶罐罐的 你知道YouTube就是害人不前嗎 這個是看聖嫂嘟嘟的 這是看YouTube的柯文哲助長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我 對你知道我多花多少錢買這些東西嗎 所以沒事不要看YouTube 今天就是我們簡單的廚房介紹 啊我可以把相關資訊放在底下 這個也不是業配 他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那如果你有什麼需求也可以去找他 那相關的產品的連結我也放在底下 你有興趣也可以去淘寶購買 不過啊對 可是浸水器是220的店喔 不確定110可不可以用 我們是有在底下接220的店 因為洗碗機也是220的 所以浸水器也是220 就一起接所以還蠻方便 今天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每個禮拜一 你還在玩 你在玩什麼東西啊 每個禮拜一到禮拜五 下午一點準時發布影片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快點 快點 我